羨奕 團隊這邊非常用心 也非常騷腦的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邀請 我们的乡民代表雷明胜也是我们下一届乡长 直接讲了 开玩笑了 还是请第二个代表雷明胜的意图来到 他一定正在我们的乡民 还是希望他们可以为我们乡民 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做一个有幻的作品 跟着这里的故事 跟着这里的文化 跟着这里的灵象 一起做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们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就只有在地表上面 实际上在地表底下 还有更丰富的那个文化资产 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 那艺族协会我们本身是一群建筑工作者 想要仿效医疗工作者做艺诊 我们觉得建筑工作者也有机会 可以到乡村地区做异物建筑的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宅在 努力高杂货店旁边的旁边旁边旁边 有设了一个泰玛里的艺族工作站 那我们艺族工作站 如果大家有需要借用工具 电动工具也可以 欢迎来我们工作站使用 我们这几年在花冬座的计划都是由领导族资资 大家看到的这一些国产材 有柳山有台湾山都是在地的 然后书伐木 那欢迎大家有空有机会可以到我们 泰玛里的工作站坐坐 它叫做香兰之声 它这个声呢 其实它是一个谐音 它总共有代表三种意思 第一种声 就是森林的声 最自然的材料 然后在这个最自然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建构出一个 可以让大家聚集然后交流 谈天吃饭下棋泡茶的地方 对所以这个声呢 是森林的声 那第二个呢 是声 声态的声 因为大家刚才开车 不管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边的保安岭 其实它的零像跟生态都非常的丰富 那第三个声呢 就是声音的声 因为我们这个旧向的遗址 其实它是台东限定很重要的遗址 但是其实大家对它的了解可能都不多 就是进来然后发现 诶好像什么都没有 或者是开车外面开个牌子而干过 那我们希望这边 作为一个起点 让大家有一个很好很舒服的空间 可以来做认识遗址 因为我们是带高中生跟部落的小朋友 一起来 一起来施工 那其实我们如果用很大段面的木材的话 它会有施工大的难度的问题 然后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那我们用规格的脚材 就是我们施工分成施工分的脚材 去做成行驾系统 它就可以用细细的木头 然后搭出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另外 它其实我们用脚料 它还有一个视觉上的迹象 就是大家看旁边的保安嶺 我们木麻黄的枝条 还有我们构树的枝条 是不是都细细的 那我们希望 我们整体结构 它看起来也是细细的 我们不希望说 除一个很大的圆木在这边 那看起来就会很突兀 字幕电话 编曲承计 不信 按钮 咱们 如果我们的长辈 有一些地板动作 我们要跟上去尽叫 linked 저 变动的字 变动的字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变动的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